好,各位老师,各位伙伴,大家好 那因为我这是刚刚学会怎么样 把这个我的这个Mac 电脑连上这个iPad 来做一个这个iPad 萤幕的录制 所以呢,像我这么好奇的人 当然就要来试试看哦 好,那在这个试试看的同时的话呢 当然也就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呢,就是录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教学的一个影片 告诉大家如何可以很快的把照片放到 你所想要放的那个Google 云端的资料夹里面 然后一方面呢,你可以收集照片 一方面又可以让学生看到你所要分享给他们的东西 好,那开宗名义当然你就先要有一个Google的账号 好,那有了Google的账号之后呢 你再来到这个App Store 好,各位在下方看到这个App Store 再到这个App Store这边呢 来把这个Google Drive把它抓下来装好 好,那装好了之后的话呢 就会出现在你的平板里面 好,那平板里面各位你看到第一个就是Google Drive 这个是我把它整理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们呢 要把照片放到Google Drive 的某个资料夹里面 那你就要先进去那个资料夹 你看,你就要先到你要存放的那个资料夹去 好,那通常我都会先把所谓的呢 我要分享给学生的资料夹就先设好 比如说各位你现在呢就是看到 我们先回到这个你进去云端硬碟里面呢 最原先的一个画面 比如说各位你现在看到我的云端硬碟 好,那我的云端硬碟的话里面 你就看到有这么这么多的一个资料夹 因为我里面已经放了一大堆的东西 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要怎么样来把照片放进去 在我的云端硬碟里面有一个资料夹 是我分享给学生的 就是各位在右下角这边看到的 Root Students Handou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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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原先就已经设定好 是分享给我的学生可以看到资料夹 好,那所以现在我把照片放在 我可以收集他们又可以看到我就会选择这个资料夹 因为呢我已经不用再做任何的设计 直接把照片丢进去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现在就把它打开 好,那打开的话当然又分不同的学期 好,那我就比如说我会选上学期 好,那上学期的话今天呢我如果是收集有关于第十一课 第四测第十一课Doctors Without Borders 这一课呢的一些相关他们的一些学习成果的照片 那我就把它放到第十一课里头 好,那第十一课里头的话呢我那时候在整理的时候 我就准备了一个资料夹叫做Great Words 好,那所以现在我就点Great Words Great Words 里面的话呢各位你看到我其实里头已经有很多东西了 就是当初照的同学们一些很棒的作品 好,那你当然就说这是什么进 这是怎么摆进去的 好,那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很简单,当你进到这个资料夹之后的话呢 你要增加东西 如果各位还记得我去分享的时候曾经讲过这边有一个神奇的小加号 好,那如果在iPad的话呢是在右上角 如果你是在Android的一个系统的话是在下方的中间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加按下去 那就表示你要增加新增档案 那新增档案除了文件、试算表、简报、资料夹之外 你还呢可以新增所谓的照片 那照片的话你可以上传 好,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用拍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直接用拍的 所以你就按使用相机 好,使用相机一按下去的话 相机的功能就出现啊 好,那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两张学生以前设计的藏书票 好,那我们就把它照一下 就这么简单,真的 你现在在那个资料夹里面 你照到的照片就会放在那个资料夹里面 要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喔 好,我现在就照 好,那你觉得OK的话你就按使用照片 好,那使用照片的话呢 各位你就会看到它就在正在上传 好,那正在上传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啦 已上传完一个项目 好,然后呢 它就会出现在 对啦 出现在这里 好,就是这个 23.32分 忘记几秒 你看,我呢 照完以后 其实它就会立刻上传 那这张是我刚才之前测试的 你看,就这么简单 那因为这个资料夹这个gradeworks 它就是呢 在整个这个 我分享给学生的大资料夹底下 所以其实呢 学生他们呢 立刻就可以看到其他同学 所做的一些很好的作品 比如说呢 像之前 这个也是 你看,我就直接照了 那其实呢 就 学生就立刻可以看到 好,那这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呢 如果你们的教室里头有所谓的电脑 或者是你有摆电脑在里面 或者是有所谓的电脑讲桌 资讯讲桌的话 你也可以呢 在资讯讲桌那边呢 把你的这个google drive 把它打开 那连上投影机之后 只要你用你的平板增加任何的照片 其实呢 在同步 在这个你的那个电脑端呢 你的那个云端硬碟其实也会 就会同步的增加这个照片 好,所以其实你边走 边照完了之后 你就可以到电脑 到资讯讲桌那边去 立刻呢 就可以把孩子呢 这些美好的作品 立刻就可以秀给班上的同学 而不用呢 还要在那边什么档案 传来传去啊 OK 好,那这样是不是很理想呢 一方面呢 您可以收集到所谓的学生的作品的一个影像档 一方面呢 你又可以即时的在教室里面同步分享给同学 然后呢 他回去还是可以看到你分享给他们的同学的非常好的作品 然后其实你省了很多整理的步骤跟上传的步骤 因为呢 这个几乎就是在你拍摄的时候就同时完成了 是不是太理想了太棒了 好,所以呢 我现在也用一个非常理想非常棒的就是呢 直接呢拍摄萤幕 来解释给各位伙伴来看 好,那希望呢 够清楚 那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技巧 那大家下次手边呢 如果有平板的话 如果呢 你学生也有一些很棒的一些作品 好,你呢 不妨可以这样子来试试看 可以达到收集以及即时分享的效果 比较 标知 就是